谢谢神的带领 那我们今天早上 又按照我们所规定的进度 一起来查考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同样也请大家一起在分享 这个经文的同时 能够先熟悉经文 所以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念 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四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四十六节 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出声其声大声浪诵 第一节到四十六节 一拜 起 耶稣有种疑忆对他们说 天国王一个王去 他为人来设如今的天气 就打发夫人去 请那些被造的人来复习 他们却是远来 然后又找他 也有声说 我们都说那最早的人 我们也许已经具备好了 你也看你这书已经打得了 多样也许是内卫 其人来越不虚 那这人不能就走 一个到自己前面去 一个做反弹去 其人的拿作夫人 你也许如此 还要是他 王他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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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叫来 把它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他们的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 佛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神得到 什么人你都不信其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告诉我们 你的意见如何 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上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 这像汉 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该撒的 耶稣说 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就希奇 离开他走了 撒族盖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他是那一天 他们来问耶稣说 福仔 福仔 耶稣说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取他的妻 娱乐独立在我们这里 凶乱以复活的银行 娱乐独立死了 没有孩子 撒下几子给兄弟 第二 第三 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 冒后故人也死了 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妻子 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的复活 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 就吸取他的教训 法利塞人听见 耶稣堵住了撒住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熬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 是律法和信之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塞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说 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 这样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 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问他什么 阿们 这个第二十二章一开始 还是讲天国的奥秘 取经宴席的比喻 你看主耶稣第一件出来行的神迹 就是迦南的婚宴 然后呢现在又讲取经宴席的比喻 那主耶稣讲到那个天上宴席啊 在启示录最后我们努力就是为了参加 主耶稣要传一段好的 大家去祂的天国就参加祂的宴席啦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他很看重宴席 应该是说犹太人当时候生活背景也很喜欢宴席 那神跟我们的关系就会用宴席开始 耶稣就是那个新郎 教会就是那个新妇 我们都是要被迎娶的人 所以主耶稣才会说那个比喻啊 有没有十个统领 五个是 不警醒的 五个是警醒的 警醒的常常会预备灯油 那我们讲道的人常常会讲说 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信心做好 行为做好 我们的行为就是洁白的衣裳 比喻啦 圣经常常用比喻 圣经有很多都是用文学的手法 下去写的 用外在的东西来比喻我们的行为 好像有没有穿上洁白的衣裳就要做好灵修 洁出九种的圣灵果汁 不要显然不洁果汁 主耶稣会去看无法果汁 没有果汁他就做主喔 啊整整整好的手髋 随死去啦 五大死去 sickness 不要这样喔 不要说喔 不要说哦 事够 我们的时间不够才说 我的惊惊 惊惊啥 早就跟你说要听 压缩的话 你不想听 我的故事 我自己啦 心来都没欠比 都没接受 心理耳朵都不好好的谦卑 心理爱要怎么样呢 要谦卑啦 因为那一条路是我们大家都要去的啦 就是人生结束啦 你要怎么预备去见神 你遵守耶稣的话 你的心才会稳定 你这个人才会稳定 你没在准备 时到处 你会怕到死啦 怕到死啦 那怎样白白信账 有些人面对死亡 有些人面对死亡 那么快乐 不像参加婚姻的结婚 那怎样有些人 要走不走 走这个走那个 烦恼这个烦恼那个 那就是因为没有完全在神的爱里面 神就是爱嘛 所以要取经耶稣的比喻 其实我们信主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这个啦 你再是再怎么苦 苦到最后 你如果进多天国 什么苦都没有了啦 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耶稣讲的吧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 你看第二个 为什么叫做天国的比喻 因为天国好比 用台语叫仅仅像 好像 买是仅仅一个国王 好不好 有台语听习惯的 我刚刚用那个应该算道地的台语 好比啦 比如啦 譬如啦 主耶穌因為大家都沒有去天國嘛 他當然用比喻啊 用什麼比喻 大家都會啊 大家都會去參加結婚啊 為什麼 吃一頓好的嘛 那也是關心 年輕人結婚 大家開始粗粗沖醃 每行沒有啦 俗要大家來道關心 出吉出拉 所以 主耶穌就用取親的宴席 為兒子取親的宴席 那這個比喻啊 跟那個我們前一章講的 兇二元父 比喻是一樣的性質 那這個 22章主要在講什麼 有一個浩克的主人 祂就是神 比喻一定有比喻的對象 你拿什麼事情來 你用什麼人 比喻什麼人 你用什麼事來比喻什麼事 這才叫比喻啊 如果是文學的話 有御醫御體 御醫是你借這個東西 你是要比喻什麼 我也不是教文學的 那個取親的宴席在當時 是在中午舉行 中午 跟我們差不多嘛 我們也是大部分中午 傍晚好像很少 那這個故事中的這個王 第二個 天果好比一個王 講的是神 為祂兒子 兒子講的是耶穌 其實耶穌就是神啦 為祂兒子擺聖 取親的宴席 就是耶穌要大家來參加祂的結婚啦 這樣聽懂嗎 參加祂兒子的結婚 祂娶誰 就娶我們大家啦 我們都是祂的妻子啦 你看喔 第三節 那些被招的人來 那個是什麼 那些復甦喔 很多人喔 沒有指明說 只有猶太人喔 沒有喔 欸 來跟祥公喔 來參加宴席喔 他們卻不來 其實是指猶太人喔 他們不肯來喔 本來宴席就這樣嘛 分那個紅色的請貼 上面會有寫名字 你通常就是拿那個請貼 你才可以去參加那個宴席啦 你沒有的話 不好意思 心累啦 那就看那個主人有沒有愛心 他願不願意接受你的客人 通常習俗上是 名單有的人才可以去啦 名單沒有的人 你會排泄去啦 可能不能去啦 那第四節 網友打發別的仆人喔 我們就是你用保羅的書信來看這個人 你就知道新娘就是教會啦 統稱就是教會 教會就是我們大家嘛 大家來參加這個宴席喔 大家都是他的座上兵 都是他要請的 要來吃好的 那第一次呼召第三節 沒有人要來嘛 他又打發另外的仆人 別的仆人 第四節 我的宴席準備好了 很豐盛喔 來喔 來教喔 而且你想想看宴席都有規定時間嘛 就好像世界末日有時間喔 只是那個時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神定了 沒有人能夠改他 他決定要做的事 都沒有人能夠阻止啦 所以我們只能夠順服喔 那這裡的是純粹的邀請 這個就是保羅書信講的 白白的恩典 純粹的邀請喔 他沒有限定條件喔 你有財富一千萬以上 才可以參加沒有 不像這個世界上有那個黑卡 有沒有 無線刷 那個 那個貴賓VIP 沒有啦 這邊沒有什麼VIP包廂 沒有啦 你願意參加 你願意來 我們大家都可以 只要你有信心 只要你是個實實在在的信徒 你願意遵守神的話 就可以來 其實標準就是因性成一啦 旧約和新約都是一個標準 就是因性成一啦 說實在的我們哪是個藝人啊 我們通常只有把我們好的給人家看嘛 我們不好的咧 我們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不好的時候咧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哪裡不好 還有耶穌知道我哪裡不好 還不夠 甚至於你要進天國還差得遠咧 我說我啦 我沒有說大家 所以這個關係 就我跟神才知道 等一下我們會講說 既然我們沒有辦法 完全達到耶穌那個意 那我們要怎麼做 那就放棄了嗎 不要努力了嗎 也不好啊 怎麼努力我們都 人帶著肉體都軟弱啊 都做不到啊 後面會講一個原則叫做 敬行敬意 盡心愛你的神啊 所以你不要看別人 你不要眼睛一直看啊 我做到了喔 我一個月奉獻十萬 啊他咧 一塊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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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太平洋一樣 太平洋一樣 很誇張的 人家怎麼跟你敵心啊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啊 沒事情了沒事情 人家心那麼好 你為什麼不比他強的地方 所以不要跟人家比 我們喔 跟自己比就好了喔 啊 耶穌看我們好 我們就是好 不要管別人啊 不要論斷別人啊 自己要努力啦 天國是努力的人 才可以進去耶穌講的啦 不是我講的喔 所以 我們要想想看喔 努力啦喔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第五節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個到自己的田裡一個去做買賣 那 這些招的人喔 耶穌講這個背景一定是招誰 猶太人 對不對 耶穌在講這個時候 他有沒有其他的對象 沒有嘛 我們有那個福音傳到外邦 當然耶穌傳神 做神機的時候 也有啊 也有碰到外邦人 但是畢竟是少數 好像撒瑪利亞的婦人喔 這個不多 到誰比較多 耶穌升天之後 門徒的時代 保羅的時代 十二使徒的時代 就耶穌已經走了 那時候福音就向外傳 我們就是外邦人喔 我們就是 不是猶太人的人都叫做外邦人啦 如果按照聖經嚴謹的標準 但是属灵的意義我們知道嘛 我們從小在教會長大就知道 你不是真耶穌教會 你就是外邦人 你就是外邦人 你就是外邦人啦 你不是真的說 教會信者 你就是外邦人啦 不是說 像小弟是原住民 所以我是外邦人 不是啦 因為我們都用耶穌基督的保血 我們同靈主的杯 主的肉 主的血 所以我們都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属灵上的意義啦 因那個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啦 我們信耶穌嘛 信耶穌的話 所以我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那他們兩次喔 他召猶太人說 要來參加 我要請一趟好的 大家來喔 沒有人要來 以現在比較粗俗直白的話 不甩耶穌啦 不要跟他信道啦 就是世人的驕傲啦 以為自己 不像很厲害 厲害在哪裡 自己的生死都沒辦法掌握 還厲害厲害在哪裡 所以我們在耶穌的面前 我們在死亡的面前 要學位謙卑啦 既然怕死就趕快信耶穌啦 他純粹的邀請啊 他也沒有叫你什麼 因為我們都要面對死亡嘛 我們都有那一天 那你希望去哪裡 去不去去不去 請問去不去 耶穌準備好天果 然後 你看到第五節喔 他拜拜拜的請喔 一個到田裡一個到做買賣 那些都是仆人去嘛 這個元祖這個王他派嘛 都仆人去邀請嘛 你不理就算了 還怎麼樣呢 很過分喔 第六節 拿住仆人凌辱他們 把他殺了 人好心 好心叫尼針喔 古早人說的 尚意喔 好心給狗吃啦 不是好人心啦 所以呢 第六節 其餘的拿住仆人凌辱他們 把他殺了 第七節 王就大怒 發兵除免那些兇手 燒毀他們的城 他就講一個結論 第八節 對仆人說喜悅已經預備 所遭的人不備 你注意看喔 猶太人就在福音的優先位置 這個就是保禄書信講的 猶太人會有很大 在審判上會有很大的 他們面對的罪是什麼 恩典救恩是從猶太人開始 是從希伯萊人開始 是從亞伯拉人開始 但是 心疼不好啦 神對你那麼好 好到什麼地步 這幾天川普不是講 他直接派他的國務卿蓬佩奧 去以色列 他們的總理像哈巴狗一樣 副總理啦 我不知道什麼名字 副總理應該是總理第二大 像哈巴狗被拍下來 像哈巴狗被攻擊 他就在那邊警告 警告他三件事 第一個不能給中國那個5G設備 不能跟他們一起做 然後不可以給他什麼海水淡化 第二個第三個是什麼 反正三個啦 原來這幾年大陸這麼強 都是因為那個以色列在教他們 在給他們機會 所以他有那麼好的戰績 那麼好的武器 那麼好的科技 背後原來都是從哪裡來 從以色列來 那以色列也是他有 國布里沙中的困擾 因為他的潛在敵人是伊朗 那伊朗 伊朗又跟中共很好 他是想說他跟中共好 是不是中共在後面可以牽制住 牽制住伊朗 傳聞伊朗有核子武器 嚇到小小 是會發動核子戰爭 所以他們都有他們的政治目的 我要講什麼 猶太人他們的創意非常好 我們手上的那個USB 誰發明的 猶太人 USB 現在都是GIGA 1GIGA等於1024 那個 1024是什麼 GT等於一個BT 一個BT 好像等於1024個MB 反正有點亂 反正很大 你看那些發明的 都是猶太人 他們腦袋就是 很有創意 這個福氣恩典從哪裡來 就是我前面一開始講的 因為亞伯拉罕信神 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神是亞伯拉罕以撒亞克的神 所以你看喔 你對神好喔 你不會吃虧 祝福到千代 祝福到千代 你對神不好喔 你已經是神的羊喔 你對神不好喔 從阿公到子孫 追你世代 三世代 這個是 主愛子記20章嘛 所以 沒有人喜歡被神咒詛啦 大家都喜歡被神祝福啦 啊 猶太人就這樣啊 很可惜啦 本來他們就是 他們到現在 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人 真的是第一等的人 至少他們在操控 整個美國的局勢啦 所以美國有什麼好武器 以色列都有啊 你這個關係 就是到喔 比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還好啊 好像比英國還好喔 他們是兄弟 但是 比兄弟還好的關係 我不會形容啦 就是 有那種恩典啦 所以我們對神 我們勉勵啦 互相勉勉啦 鼓勵啦 加油啦 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神的兒子也在猶太人當中出生嘛 耶穌也是猶太人嘛 抓啦 把這個由耶穌抓住 凌辱耶穌 把耶穌殺啦 你也可以這樣想嘛 最後他們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啊 是不是 是啊 這個就是在講什麼 我們在恩典中 有的時候會失落自己 如果我們驕傲 我們看不見自己 我們會覺得我們很好 那就忘記說 一切都是神祝福的 以為說我們比隔壁的好 比前面的好 比後面的好 沒有啦 都好啦 居天國大家都好啦 再看下去喔 那馬太在寫這本福音書的時候 大概在主後八十到九十年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八十到九十 七十年的時候 七十年的時候 耶路撒冷城被毀 所以預言一直在飲焰 第七節啦 王就大怒 你把那個王想成神喔 除滅那些凶手 燒滅他們的城 這個在七十年 祖後七十年 就是公元七十年發生的 以色列城被毀滅 因為你們對耶穌太過分了 一直欺負一直欺負 一直欺負這些信耶穌的 泥路燒城 泥路分城路有沒有 好萊塢電影都有拍 所以你看喔 耶穌講的話喔 你聽他好像在講故事 但是都會淹淹 這個就是我們要敬畏的地方 我們要怕的地方 我們要怕 昨天晚上有來的 你應該會聽到我講一個觀念就是 敬虔就是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要良好 自己要建立跟神的關係啦 不是來教會喔 有翻聖經有念聖經 就是我跟耶穌建立好關係 不夠 是你自己跟神的關係 我們自己跟神的關係 所以 神講的話都在應驗喔 耶穌講的話都在應驗喔 很多人會對神的 憤怒不理解 只喜歡神的慈愛憐憐 神有兩面嘛喔 祂有無限的慈愛憐憐 祂也有公義的審判 如果我們不要得罪祂 你不會怕祂的公義 你就一直仰望祂的憐憐跟慈愛 因為你本身不會去犯嘛 那所以呢 神就生氣啊 神就改變祂的計劃 耶穌就改變祂的計劃了喔 我們來看第八節 於是對仆人說喜宴已經齊備 所遭的人不配 這個觀念 配不配我不是在罵人喔 配喔不是啦 配不配 不是我們決定的是神決定的 神看我們個人 祂如果覺得不配 你嫌我的宴禧不好是不是 你不想參加沒關係 我再去別的種族 你世界上的人看不起的種族喔 那種喔 少數民族 少到不能再少 快要絕種了喔 比那個台灣迷惑還少的喔 我寧願從那邊找 好 你這個民族那麼驕傲 好不要 你不稀罕是不是 沒關係 你不稀罕 我這個比全世界最高級 什麼杜拜凡傳那個 還貴的那個宴禧 還要貴的喔 超級好的料 你不稀罕 沒關係 我請那個人在路邊喔 那個乞丐啦 那個手腳不好的人喔 沒有什麼讀書的喔 但是他謙卑的 我請他來吃 請他吃一頓好的 所以你看喔 第九節 往岔路口 他為什麼不要說大路 為什麼說岔路 岔路很小啊 很小啊 為什麼 就是很少人走的地方啦 什麼地方很少人走 叫偏鄉啦 那個沒有人去的地方啦 像小弟的故鄉啦 像阿里山鄉啦 那種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欸 你大都市的人不信 沒關係 我去那邊找 要信我的人 那福音就這樣傳過來的嘛 啊 才會在一九一七年 在中國大陸 才會有 真耶穌教會出現嘛 是不是 你看喔 第四節 有些仆人就在大陸上喔 凡遇見的 不論善樂都找了 來宴席上去做滿了課 欸我們很希望喔 我們大家 將來啊 不是在此時此刻 小弟被調來新莊 我們大家見面 希望我們在上面還見得到喔 那個 我上一次有比喻喔 在屬靈裡面 我們都彼此認識 所以那個 不必掛名牌 我們也知道那個是保羅 屬靈裡面 這個很奇妙我也不會解釋 在屬靈裡面 你就知道說這個是亞伯拉罕 就像我上一次見證的嘛 之前 幾次之前 啊 宋山假會那個 那個 Olivia 那個法裔的猶太人 國際有名的攝影師 小弟的婚禮的時候 他要去參加啦 那個 那個 黃維里弟兄 喔 他被神感動 在意象中祷告當中 神跟他講 神跟他講 不是神講 亞伯拉罕他的 第一代主 有那個西伯拉人的第一代主 我們這個信仰 信仰真神 對他們來講信仰耶和華 這個信仰的第一個人 亞伯拉罕 好 親自跟他講話 我的子孫啊 你要聽 好 你先想看 如果我們有這種體驗 你見到 田氏中青 好比你姓田喔 田氏中青的田的第一個主仙 你心裡做的感想 他是你的 阿咒的阿咒 阿咒 阿咒 不知道做到什麼地步喔 但是屬靈裡你認識喔 這個很奇妙的感覺喔 這感覺很好的喔 你 你不只看到你的阿咒 還看到你的阿咒 上去上去上去 一直上去上去 你在这边是对啦 你信这个很好啦 你去拜祖先 你可以拜到你的 啊 坐坐坐坐坐 没有啦 最多世代好不好 那新朱白 最多世代 你挂写的出来的名字 是不是 你看过 你小时候 两岁看过的那一个 最老的那一个 你家最老的那一个 对不对 太座 啊 再来咧 太太太太太座咧 没有看过 不认识 所以你拜祖先干什么 你就拜到几代 所以要拜耶稣最好啦 你全部都拜到了 当然我们不要拜人啦 继续看下去 第十节 那个条件就很宽 不论善恶 以前叫做什么 受隔离 男人要受隔离 受隔离的都是属于拜神的 坐记 现在是什么 不论善恶 你来 你愿意来参加耶稣的宴行 你愿意来听耶稣的道理 你愿意来耶稣的教会 你愿意来信耶稣的教会 耶稣就请你吃一顿好的 好 永远 永远都是祂的座三个 我们在世上有差别了喔 你觉得你很好还有人比你更好啦 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 你昨天没听到我再讲一遍 昨天晚上我在领口 不是昨天晚上 上个礼拜的四 礼拜四就上个礼拜的今天 傍晚四点半 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是领口一个很有钱的同龄 打电话给我了 传道 好 我们现在家里只有两个啦 我跟我太太 如果不能讲太明显 我讲太明显你就知道是谁嘛 大家都应该都认识 我说我们家会的人应该都认识 我现在去接你 五点接你 我们五点半在我家吃饭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去啊 为什么 他办新家 他原来的房子 他不住了 他办新家 他买那个在领口买 一百平的房子一百倍 好 那个 进去里面 真的是很豪华啦 客厅没有多大了 只有十几二十平 那个房间三个 主要三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可以当 一中上阶级的 你的水准是中上 你的经济水准中上阶级 的那个主卧室啦 都是等于是那个五星级饭店的那一种房子啦 房间啦 应该是算是很贵的那一种 不是很便宜的那一种喔 然后我去他家 我不是在炫耀他的有钱啦 我是在跟大家讲什么 那个 因为我是传道嘛 你邀我到你家 因为在都市我们都知道你 你不方便我们没有办法去访问你啦 当然现在新冠病也更是不可能 我说正常的时间喔 你不方便我们是不可能去访问你啦 但是你一旦邀请我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一定会去啦 为什么 主耶稣说的嘛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羊啊 好牧人要认识自己的羊啊 你愿意让我了解你现在的状况喔 不管你现在是快乐的你现在难过我都要去啦 我不去就是我的失职喔 啊我去是应该的喔 然后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嘛 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嘛 你高兴我跟你一起高兴啊 好 啊你接待我 当然不是纯粹接待我 你是因为我后面的神 哎 因为你想要从神到那边得福去嘛 我又不会阻止你得福去啊 啊你接待我不必 你煮什么很丰盛的喔 它是一个肉桩 一个包子就很好了喔 主要是我要跟你 哎 了解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啊 放心啦 我不会到处跟人家讲说 哇跟你说啊 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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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啦 你刚刚我讲这个例子 我也没有讲那个人的名字啊 对不对 就是 就是我们才能够 哎才会知道说 哎 那顺便也知道说 你现在的境况如何啦 好 其实不是主耶稣邀我们参加的宴席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试着邀着别人去你家 参加你家的宴席啊 有的时候你在会堂聚会 那个效果不错 但是在家庭聚会的那个效果 也有家庭聚会的效果 有时候木道者感动不是在家会 是在别的信徒的家里 他看到啊大家用的信耶稣这么好 彼此来关心 彼此带来祝福 好 看下去 十一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 见那里有人没有穿礼服的 好 继续看下去 就对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十三节 于是王对死欢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个礼服啊 因为九节到十节 这些都是从路上来的宾客嘛 也邀请来的 可能没有穿礼服啦 不可能穿礼服啦 但是 根据犹太人的习俗 他们会给你准备礼服 给你穿 所以在十三节十二节 为什么没有穿 十二节十三节 为什么没有穿 给你穿也不穿 这什么意思 谁的错 宾客的错 就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听到那么好的道理 你不把耶稣的道理穿在身上 谁的错 我们的错 不是说你没有这个礼服喔 有喔 只是我们不要接受 当然就没有穿衣服啦 没有礼服啦 好 有一个传道 他刚出来当传道 他晚上做一个梦 他梦见说他去教会 怎么没有穿衣服 当传道理穿 后来 在梦里面得到答案是 他圣经不熟 圣经不熟 圣经不熟 在树林里面 原来是没有穿衣服的 我们当传道的对圣经不熟 你说你刚出来不熟 已经快退休了还不熟 快退休了快还不熟 那说得过去吗 有的信徒比传道还熟 这个我碰过喔 所以说 这个礼服啊 神给我们的 神给我们这么好的道理 啊问题是 我们都把它当装饰喔 再把圣经放在客厅看 哎 不错耶好像有读书喔 喔新的喔 漂亮喔 装饰品 不要这样啦 不用这样啦 也不像那个外帮人 拿这本圣经可以下轨 不要这样啦 这个是要装在脑袋 装在脑袋 装在脑袋 爹在头角的 喔 这个是 最好的礼服啦 其实启示录十九章八节有讲 衣服是代表 启示录十九章八节 异形啦 好行为啦 好行为啦 耶稣看得过好行为 不是你看得过好行为 不论善恶进来了 啊现在就给你穿那个 异形的衣服 异袍 喔 路加福音耶稣讲的十五章二十二节 上好的袍子给你穿 啊你不穿 不穿 喔 那你就不能不能坐上去啦 你没有受洗 你没有领受圣灵 你没有遵守神的话 他就不给你穿啦 不给你穿啦 不给我穿啦 不给我们穿啦 喔 所以在正常的 犹太人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婚礼啊 应该是大家都穿礼服 就算你没有带没关系啦 主人会准备 就算我们 就算我们 还没有信这个教会之前 跟信了这个教会之后 那你常常来聚会 那个你常常听到你 不知道属灵的装备 属灵的衣服给你啊 那你要穿吗 你有要穿吗 要 那就真的要做到喔 所以十二节 那个就 朋友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无言可达 无言可达 就是明知故犯 挑够的啦 道理听不听啦 那但是没要做 这个就是这个啦 再讲这个现象啦 我们大家都一样喔 不要说我们都有受洗啦 罢民啦 我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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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任命啦 求主任命啦 可是我们不要放弃喔 我们就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啦 你看十三节 你看那结果是什么 滚滚滚起手脚 丢到那边黑暗里啊 爱哭切齿啦 好 你要现在哭 还是以后永远哭 自己选择喔 我们自己选择啦 哦 要应用口 还是说 现在口 但是应用快乐 哪一行更好 有个小男生 他妈妈跟他说 写功课 他说功课太多 他讲完 嗯 妈妈就骂他 你好吃懒做 嗯 我哪有 我就好吃 我没有懒做 哦 然后 他选择要玩 他不要做功课 但是功课 还是要做啊 隔天就要上学了 他两天都放假 他就玩了 啊 后来要开始写 就跟他说 嗯嗯嗯嗯 在那边哀哀叫 在那边哀哀叫 他就选择啊 他也算得了 就像我们啊 哦 我们就 独立 哪有没有 什么 哪听啦 哪有在听呢 啊 但是 没有好好的 去 实行 好 那有点可惜啊 这是第一段 可悲的下场就是 好 那十四节在讲说 啊 被招的人都选上的人少 你看全世界需要信耶稣的人 很多啊 大家 哦 也都有感受到神在呼召你啊 问题是 被选上的人少啊 因为你没有穿礼服啊 你穿的衣服不对嘛 你穿你自己的 你没有穿耶稣的啊 哦 我们来看第二段 哦 诶 纳税给该撒 十五节开始 我们在这段哦 可以看到说 从 上一次的到现在的哦 就是讲三个比喻嘛 前面一章 两个儿子的比喻 就是在讲 你犹太人不遵循天父旨意 啊 二十一章呢 三十三节哦 前面一章哦 四十三节哦 是凶恶援护的比喻 哦 就是说 犹太人你们是凶恶的援护 哦 现在在刚刚讲的 君王宴席的比喻 一节到十四节 拒绝邀请 是被定罪的客人 哦 这样可以接受哦 那 法利塞人 听得不高兴哦 这一段就是 法利塞人 他们对神的那种不高兴了哦 他们就开始犯疾 他们就开始 他们听懂了吗 你都在骂我们哦 你骂我们哦 有些人很聪明嘛 他听懂耶稣讲在比喻 你们就是那个坏蛋啊 那他们就受不了了嘛 十五节 法利塞人就去讨论了 他说这个哦 很厉害的说话哦 好 现在我觉得靠一条 看你多厉害 要献害耶稣啦 十六节 第一派人出现了 很有趣哦 我们会看到陆陆续续哦 他们这个打不行哦 就绕人了 绕另外一个人哦 第一个第一个是西律党哦 啊西律党跟法利塞人 这两个团体哦 本来是水火不容哦 好 我们在 我们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介绍西律党嘛 他们都是位高权重的人 那个 啊 啊法利塞人是属于那种 他们自认为很清高哦 他们很熟那个教条 啊西律党他们只相信什么 哦 那个 那个 西律党他不是宗教团体 法利塞士 这样听懂吗 法利塞士那个教育的哦 研究教育的哦 研究那个哦 但是那个西律党是政党 那 他们先讲好听的话哦 你看哦 十六节 这个也是我们要有的一个 尝试啦 有时候跟我们信仰不同 他们会讲一些惨媚的话哦 哎呦 为爱听买声啦 话要听那个哦 玄外之音啦 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转神的道 什么人都不寻其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哦 这里在讲什么 神不会看你是什么 大官啊什么哦 就耶稣不会看你是大官啊 有学问的人哦 你的话都对 耶稣是站在真理 你跟真理不一样哦 他就要讲 好 要不寻情面 哎 不会说看到 有地位的大家一泡泡泡泡 啊拍马屁啊 风云拍马屁 惨媚 看到那个可怜人就 大家的欺负哦 所以他不会不寻情面的 他不寻情面 好 那法利塞人是至高的正统派 好 他们是要纳税给那个 他们认为啊 不应该纳税给什么 当时候的罗马帝国 好 那西律王是属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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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律党 你听这个名字就是跟谁 他们的王名字很像嘛 西律党就是属于西律王 他们的权柄是那个政府给他的 他是个党 就像我们现在民进党 国民党 民众党的意思啊 他们都是有游说团体 他们都是要抓住这个国家的权 我们的那一群人 你们开玩笑讲嘛 党就是熊欧啊 上黑 两个字加起来就说党 狐群狗党也是党 一伙人 黑手党也是党 那他们权柄是罗马 所以他们是应该跟政府是合作的 你看喔 这两个团体喔 应该是水火不容喔 一个是看不起这个 我们应该不要给钱给那个 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我不承认啊 我不承认 我们只承认神的国 另外一个叫叙利党的喔 我们当然是要纳税给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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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撒 凯撒啦 Cesar啦 有一个那个 马桶 位设备Cesar的不错喔 凯撒的不错喔 来 欸 大家要开始喔 17节 试探的话来囉 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 纳税给盖撒可不可以喔 18节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 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啊 你在耶稣的面前 他我们的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智慧到什么 耶稣都看透了 你的存心 居心 正不正 他都知道了 他直接问啊 你为什么要试探我啊 就像那个父母 早就看出那个 小小孩 现在讲的小屁孩 你心里在想什么 父母都对你了如指掌 你还在那边玩 还在那边玩啊 我就陪你玩 那19节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给他看 耶稣说 这相和好 谁的 他说该撒的 主耶稣说 该撒的物 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 当归给神 不寻人 不寻人 情面不看人的外貌 我们刚刚有讲嘛 你在耶稣的身上都看不到 他没有 他不会血气 他也不要靠人啊 对不对 我们都靠他了 靠我们 所以 所以 主耶稣讲这句话 很有智慧 他的动作也很有智慧 担心 就针对他们的问题 你问我说要不要 要不要缴税嘛 你就把那个钱拿给我看 然后就问他们 这相是谁啊 这相是谁 该撒的啊 所以他就回答那个 法利赛跟希利党 就是两伙人 为了要 找耶稣的把柄 竟然团结合作 说要来先爱耶稣 你怎么回答都不对 你回答说 钱给该撒 你的话就讲到这边 那谁 法利赛人绝对不放过你 他们就讨厌那个 讨厌这个希利党 他们就看不起这个地上的政府 你又跟地上政府 靠那么近 什么 就纳税啊 你没有讲到神的部分 神的部分就是 法利赛人关心的啊 主耶稣讲什么 该撒的归给该撒 国家的钱 你就纳税给国家 神的物归给神 他两边都讲了 两边话都讲了 你找不到主耶稣这句话 有什么破绽 没有错啊 要奉献给神的十分之一 你就奉献给神了 所以你看耶稣怎么 耶稣也在教我们 寻良相歌 灵巧如舌 这个就是灵巧如舌 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了 不要因为我们的 我们要这个长官 这个官爱 就放弃我们基督徒的立场 但是也不要故意去得罪你的长官 很聪明喔 西律党又是比较激进的党 那个门徒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奋瑞党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 该撒的归该撒 然后神的物归给神 就是宗教政治各司其职 你宗教不要去污染政治 政治也不要污染宗教 宗教去污染政治 就说有国教 有没有 第四世纪有国教 那我们这一段就到这边 我们一起谋打